郑敬的老先生还有我们的组织 我这个很冒昧的跟你们说了这么多未成磨面 但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就是用我们最新的技术最好的产品 我们能够争取为我们的病人 我们的这个苦难中的人 能够给他们一些帮助 那么也希望通过你们的具体的实践 我都建议你们找那些真正的 有明确症状的病人来进行临床实验 这样就起码从临床方面很直观的来看 比如说这个人发烧咳嗽 是吧 那么用了通过物化泄入 这个能够明显的改善 是吧 那么就证明是有效的 新冠病毒 这个如果从实验室里来证实 它的疗效 效果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它是一个类型传染病 那么它需要非常的这个规范的 不会导致病毒泄漏的这个实验室来进行实验 所以现在目前你现在来寻找这样的实验室 来投入大量的资金 你是很难办到的 广泉在马来西亚现在新冠肺炎这么严重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只能说走捷径 找有症状的患者进行适用 从临床症状改善方面来评价疗效 那么至于将来它的走向 是吧 我们这个药物应用于更多的人群 比如说肿瘤患者 比如说一般的这个病毒性感染的病人 是吧 比如说泡疹病毒也好 乳脱瘤病毒也好 甚至这个HIV 艾滋病病毒也好 这个方面是有一些研究的 所以我们慢慢的推开 我们当务之急 是把这个药物尽快的能够在 新冠病人的身上 能够得到应用 能得到验证 这样我们以后的这个使用的范围 就会更加的推广 所以感谢你们在一线 这也是冒着一定的风险 冒着被感染的风险 来做这样的事情 那么作为一个医生 我是应该向你们表示致敬 希望你们的所有的付出 能得到很好的回报 不论是这个经济方面的 还是自我的内心的感觉 是吧 内心的成就感 内心因为积德行善 而积累的这个未来的福分 这个我相信呢 会所有的付出都会得到回报的 我作为中国医生 深圳的医生 再次向你们表示致敬 感谢你们